親情都親愛 日空日是外町港町座正式開幕 由丹人市長安慰得親自開店 一定讓會部跟觀眾秀 搭著最上局長 接下來由人家創作歌手為家營 緊張歌手孫勝市開場 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調 開幕典禮是在水運當中表演 這個是台灣第一次把官將手 帶到這個湖面上表演的 岳金港燈節一直以來 直接利用水運所創造出來的燈節 十幾年來有效的帶動了 我們鹽水的文化觀光 今年外町港町座 以夢想將近鹽水新世界為主題 搭著結束新從航龍上五大電池 作品得到66驢 包含蝦更後動 5G所謂創作 天氣危機37天 台南這個美麗的城市 不僅獲得了CNN 推薦成為全世界2024年 最需要最應該去的景點 也受到了國家地理雜誌的推薦 全世界2024年 30個最酷的景點 因此呢我想 其中他有提到台南的燈會 以及台南的鹽水風泡 那風泡是動態的 那我們越境港燈節是非常靜態美麗的 除了鹽水外町港燈節 在隔壁的生涯也收到古板曝光節 我們用天鵝為黑麵包東地下 電池高驚作品 當時新年文化中心 也有吉米給食中地店 好客派阿妹更改水 大南新文 上海波東 好客人